阿里瓦斯的小巷 阿里瓦斯的小巷 我是陈文奇,今年66歲 我在阿里瓦斯的小巷做剪頭髮的 我16歲去當學徒 我當學徒一年後 到陳吉加坡去跑 跑店 不固定的 我這間店做不爽 再換換另外一間店去做 起初是我的父親在這邊做 我做到我父親退休了 不能夠做了 我接手在這邊做 我大概這邊做有18年了 這邊有三個華人 五個馬來 然後馬來的有些老的老 退休的退休 死的死 最後剩下我一個 最後剩下我一個 我六十多歲了 看我的身體允許不允許 能做多少年就多少年了 我盡量 整個身體好好的 一路做下去了 突然間下個月 哎呀,生病哪裡 就不能夠下來了 我大概一天有十多個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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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有些很遠來的 不是在這邊的 有些如龍啦,丹本尼那邊來的 合一合他的 合一合他的 就倒回來 不合一他一下子就不要來的了 老人家比較有空嘛 還搭車到這邊啊 順便搭車下來啊 剪頭髮 兜兜風 看看風景 年輕人偶爾幾個這樣啊 全部老的了 年輕人哪裡有啊 這邊 這邊有 沒有 aircon 沒有風扇 熱到鑰匙 喜歡到這邊剪五六塊 只有這邊剪 由鄭觀莊和聲二十八 乘以線上 鄭觀莊和聲二十八 以前這邊政府啊 如果四個年輕人要來鎮嘛 如果土地就要來鎮嘛 我們要求議員啊 議員協信進去 我們就我們進去跟他要求啦 那就好啦 給你們這幾個老老老的做啦 別的新的不可以來的啦 你們做到玩具就玩有了 政府應該 應該不會趕快我走啦 留給你做 做到你自己 退市為止啦 能做多久就多久了 突然人家明天生病 不回來就 就 就 完蛋了 為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